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起立台湾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志轩 起立台湾会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各项风情与魅力 除了家喻户晓的热门景点之外呢 还有其他特别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前往探访吧 这次起立台湾是以台三县的客家风情街道为主题 将介绍连接客家人生活区域的台三县 台三县是台北到屏东的一条公路 是目前台湾第三长的公路 它已被说是浪漫台三县 这条路上经由文化产业环境的调和乡称 使得农业和观光业盛行 拥有自然步道以及完善的公车系统 像是艺术、客家文化的活动也很多 是多数观光客来拜访的人气景点 大家对客家人有什么印象呢? 说到客家人 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 他们历经多次的迁移 在刻苦的环境当中生活 时常找寻对抗现状的最佳方法 而客家人利用他们的文化和知识 在教育和社会上都有好的成果 同时也改善了他们的经济 我对客家人的印象 是很勤劳也很努力的人 那大家觉得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台三县的客家风情街道吧 请各位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哦 台湾在2300万人口中 客家人约有400多万人 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桃竹苗 及高雄以及屏东的六堆地区 其余在华东地区 也有少许的客家乡的存在 这一集起立台湾 台三县客家风情走廊 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访的 北台湾客家人主要居住的三个县市 桃园市 新竹县 苗栗县 这一条台三县客家风情走廊 从桃园龙潭开始 经新竹关西 横山 竹东 北浦 鹅梅 到苗栗的南庄 诗坛 大湖等乡镇 客家文化特色 客家美食 历史古厕 以及遍布台三县的客家铜花 内容相当的丰富 精彩 是一条适合全家一起旅游的路线 首先 我们就从桃园客家人居住的大本营龙潭开始今天的行程 龙潭之名由来 是因为在市中心有一口皮塘而得名 皮塘的面积有四万五千多平 水面慢生也灵 所以仙人将其称为灵潭坡 在南边有喷泉 据说泉穴有白石 每逢水面下降 石头露出 老天必定下雨 即使面临旱季 潭水依然能保持一定的水量 绝不干涸 如有酒和不雨时 只要在潭盼其雨 总能获得甘霖 居民深感灵验 便就称此地为灵潭坡 后来又以当风雨之戏 常有黄龙出没期间 于是将其改名为龙潭坡 后来因人口增加 而改称龙潭庄 也由于龙潭大池湖面宽广 每年举办的端午节龙舟竞赛 也都在龙潭池面上举行 锣鼓喧天 到处充满人潮 是龙潭地区年度最大盛事 龙潭过去是桃园地区 客家人最为集中的乡镇 虽然近年来外地人口的不断移入 居民中客家人数已经减少许多 但在龙潭还是处处可以见到 客家人的传统名风及客家美食 在龙潭大池旁的盛基亭 就是客家人勤奋好学的代表 盛基亭是建于清光绪元年 西元1875年 奸生古象贤等人 认为文字的创造 使历史得以延续 文化得以发展 所以对于苍结造字被及尊崇 并有感于造字的艰难 而劝世人对于自止禅书 要加以尊重 不要践踏或污染 而发起并集资建立此庭 目前所见的龙潭圣基亭 是1925年重修后的结果 也是全台湾面积最大 规划最完整的习字亭 踩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 配置庭身 中门 头门等建筑 整体空间井然有序 由云墙八字门所构成的中门 弧线优美而柔和 两侧高耸的识笔 增加了整体空间的稳定 与崇高的视觉感受 在配置上显示了 设计者与工匠的虔诚用心 龙潭除了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外 周围还有许多的山光水色之景 铜锣圈 电子湖 三河村 由于丘陵地形条件适合 都是种植茶叶的好地方 有名的龙泉茶 东方美人茶 都是出于此地茶园 来到台三县客家风情走廊时 这里可是不能错过的地方 今天的起立台湾 以客家风情街道为主题 要介绍的是台三县 首先要介绍的是 桃园龙潭的客家文化 说到这里 第一个想起的是三坑老街 三坑子的坑这个字 在客家化中 是小溪谷或者是水路的意思 因为这里以前就有三条小坑 所以这里就被命名为三坑子 在1917年 因修筑桃园大盾 造成了大汉溪的水位骤降 而三坑子就丧失了码头转运的功能 成为一个寂寥的小村落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 反而保存了百年老街的模样 老街外围虽然狭窄 但进入老街之后 就会发现里面还真宽敞 可以在这里感受到 许多客家的复古气息 所以这里 是受到观光客喜爱的人气景点 说到客家美食 我很喜欢的一个甜点叫做 牛问水 牛问水是将黑糖浆汁 淋在刚做好的马薯上 再撒上花生和黑白芝麻 有着马薯的Q感 以及花生芝麻的脆感 是很特别的一个甜点 这款甜点呢 是早期务浓的客家人 在劳动休息时补充活力的来源 冬天吃着这道热热的甜点 心和味都觉得温暖 有幸福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 加上薄冰以及糖水享用 更会觉得身体的热气 全都消失了 三坑老街是个有名的地方 有着传统客家文化的怀旧气息 还曾经有知名的电影在此取景 三坑老街的入口处 有着三坑老街的四个字的招牌 看到招牌一定会有些困惑 觉得真的是这里吗 因为这里跟我们想象中的 老街风景不一样 会误以为是普通村落的道路 而这是为了不让敌人 发现所做的伪装 让别人以为这里头没有村落 而这也是客家人的智慧之一 所以如果想要去三坑老街 到了之后就算觉得疑惑 也要继续地往前走 转两个弯 老街就会出现咯 到了这里 可以感受到怀旧的客家街道风情 如果另外有时间的话 老街的入口附近 有租借脚踏车的店可以租借脚踏车 能体验不一样的感受 左边有石门水镇 而右边则有农田的风景 可以享受不一样的风情哦 听着鸟叫声 观察台湾特有的植物 运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稀有的蝴蝶 也有可能会遇见萤火虫哦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观看影片吧 离开了龙潭茶园区往南走 就进入了有长寿乡之称的观西镇 观西镇位于牛兰河与凤山西汇流之处 也是新竹县东部的一个小城镇 由于地理环境相当好 适合栽种农特产品 像观西仙草、咸菜、番茄、草莓等 都是适合栽种的农特产品 昔日的观西被称为咸菜旺 因为观西客家鲜民 腌制咸菜而得其名 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为观西街 牛兰河上的东安古桥 于昭和二年 西元1927年建立 是观西地区 唯一最典雅壮观 最美的武拱古桥 因取材自当地著名的方解石 每一块桥石各有不同色泽与纹理 让东安古桥形态颇为特殊 也令人感受到日月风霜的洗礼 近年来 牛兰河在经过整治过后 现已成为清水公园 岸边柳树成印 和东安古桥结合成优美的河岸风情 不但是河川整治的典范 也是假日休闲游气的好去处 新竹县观西镇的气候 非常适合仙草的生长 全国近八成仙草都来自观西镇 并且品质都很好 所以观西镇就有了仙草的故乡之称 由于仙草香味浓厚 胶质的含量也特别高 黑色模样的仙草 是完全不加色素的天然食品 对于养颜美容很有帮助哦 除此之外 仙草还可以做成各式仙草美食 有名的仙草鸡 田鸡杨森汤 闪亮黑珍珠 太极凉粉糕 仙草鲜鱼卷等等 都是令人垂涎三尺的 精致客家仙草美食 除了观西镇上的客家美食之外 近郊的景山四幅公园铜花 马武都探索森林 都是童花季节 观赏游童花的绝佳景点 新竹县恒山乡九站头车站 是内湾县的铁路车站 也是距离恒山市区最近的车站 最盛新的时候 曾经是台铁货运量的第二名 在台三线上经过亚洲水泥场时 前面广场旁的小车站 就是九站头车站 恒山乡虽然不大 却是个优美的小乡镇 正是适合人居住的好地方 所以来到恒山乡 会看见有许多的农宅别墅 大山贝市恒山乡知名的避暑景点 由其大山贝上的乐善堂 原名为石霞庙 在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八九年 由蓝正然先生出资新建 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乐善堂祖寺三宝佛 是村民的宗教信仰中心 乐善堂过去曾经被日军烧毁大半 战后又修建 目前庙中仍然保留着 当年遭日军毁坏的缠住 供信众平掉 民国八十年 西元一九九一年 欢迎大佛像落成之后 已成为大山贝的地标 视为假日休闲践行的好去处 庙前广场宽阔风景 秀丽动人 风和日历之际 可远眺整个恒山乡 清脆的山岭 缓缓的溪流河水 就知道恒山乡 好山 好水 好地里的游来了 离开了恒山乡 就进入了竹东镇 竹东镇是新竹县人口第二多的乡镇 是台三县上主要大乡镇 交通方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是前往北浦 恒山 丘陵 内湾 清泉 武丰等地的主要出入口 地理位置相当的重要 镇内的竹东大镇 是竹东开拓史上规模最大 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力工程 利用竹东大镇的水 来发电的阮桥发电所 有着台湾地区最小的水力发电工程 竹东大镇的阮桥发电所 是来到竹东时不可放过的景点 今天的起立台湾 以客家风情街道为主题 要介绍的是台三县 而再来要介绍的是新竹的关西 大家知道 日本有个地区也叫关西吗 其实都叫关西是有关联的 因为酸菜 是客家人原本就爱吃的腌制品 而酸菜的客家化 跟日语的关西发音相同 所以这里也就叫做关西 位于牛兰河清水公园中的东安古桥 又称采凤桥 这座桥新建于1927年 建材都是取自当地著名的芳姐石 因此每一块都有相异的色泽纹理 是关西地区最有历史文化 以及典雅外观的罕见五拱桥 古色古香的氛围 被许多的电影选为拍摄地 也因此让东安古桥 变成旅游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 另外北埔的洛宇松秘境 最佳观赏时期 是每年的12月中旬到1月中旬 洛宇松从绿色转变成黄色 再转变成像红叶一般的红色 是许多人会造访的地方 也是社交软体上拍美照有名的景点哦 我也一直在照片上看过洛宇松 从绿色慢慢变成红色的缤纷景象 然后又从下方的水中反射真的很漂亮 就像是欧洲乡下的小村庄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看看呢 然而到了这里 肯定会想吃客家美食吧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柿饼 柿饼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吃起来QQ的 许多外国人会觉得是马属 但其实不是 以前的客家人 因为北埔地区土壤瓶级水分少 因此无法种到只能种柿子 而为了保存及攜带 在秋天柿子盛产的季节时 利用新竹特有的酒降风 将柿子在没有使用糖或是其他的添加物的情况下自然风干 虽然说是干燥的水果 但是口感却很软 而柿饼的魅力就在于每块的甜度都不一样 每次我到了有客家文化的地方 就一定会点擂茶来喝 擂茶是用绿茶的茶叶 黑白芝麻 花生 南瓜籽等的食材 混合后先磨成粉再加入热水 形成浓稠状之后再饮用 这就是擂茶的特色 虽然是饮料 但可以吸收所有食材的营养成分 有丰富的矿物质和食物纤维 还可以当作健康食品呢 以前擂茶其实是客家人的逃难餐 因为他们历经多次的大迁移 所以将五股杂粮先炒熟 再将擂茶的主原料和材料轻巧的食材放进背包 头嫩的途中如果饿了或者是渴了 就以坚固的雷棍抹粉再泡水食用 既可冲击又能解渴 可以说是客家人的智慧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看下去吧 请看 在离开竹东阵之后 台三县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北埔原名为竹北宝南新庄 是清代道光年间 广东省客家移民开墾的基地 相较于新竹县的其他地方 北埔的开发是最晚的 以慈天宫为中心的老街 天水塘 京广福公馆 江阿新故宅 有许多值得探寻的地方 三级古迹 慈天宫 位在北埔老街的中央 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并奉赐广东客家人的三大主神 集合了惠州客家人的观世音菩萨 家印州人信奉的三官大帝 潮州人笃姓的三山国王 并从寺诸多佩神 悬入出当时开墾北埔时 当地居民的民族融合情形 北埔并非位在高海拔山区 除了景色宜人 非常适合种植茶叶 在几十年前 北埔的制茶叶可说是如日中天 日本时期的北埔碰风茶 更是声名远播 北埔的老街建筑 除了几处知名的古迹建筑之外 大都集中在 慈天宫前的这一条老街 部分街是传统的客家红砖建筑 还有几栋改建的老建筑 虽然贴上新的瓷砖 保留原有的样式及门号 老屋的特色风情依旧 一些著名的怀旧建筑 也都在巷子中 如水井巷的老建筑 每一栋建筑 都细说着百年前的故事 一砖 一瓦 隐藏着许多的悲欢离合 是那么令人感伤 又令人怀念 能够让人有如此之感受 台湾老街中唯有北浦老街 目前已列为国家的一级古迹的天水塘 是建造于秦道光12年西元1832年时 由金广福开拓肯护手 江秀鸾所建 可以说是北浦聚落内最大的民宅建筑 一般人都称为江家大房 另外距离北浦市中心2公里的北浦冷泉 更是夏日避暑最好地方 而四周山岭 也是观赏油桐花的好景点 横跨新竹 苗栗两线市的石头山 可以说是台三线上相当重要景点 石头山风景区范围 包括新竹县鹅梅乡 北浦乡 竹东镇 与苗栗县南庄乡 三湾乡 共5个乡镇 面积约有24221公顷 整个风景区是以石头山为核心 结合临近乡镇各景点而成 石头山是北台湾佛教 道教名山 由府天宫 劝化堂 开善寺 圆光寺等 寺庙道观 依三世而建 样式古仆壮观 加上周遭环境优美 是历史悠久的朝山圣地 鹅梅湖位在鹅梅乡的复兴村 也就是大浦水库的所在地 县也列入石头山国家风景区 是首座由国人自行设计新建 以灌溉为主的迷你水库 在鹅梅湖旁有意天恩弥勒佛院 圆区面积占地达两公顷之大 而最引人注目 莫过于世界最大 高达72公尺 青铜大弥勒佛 到这就像进入了桃渊明的桃花园 是相当值得一游的地方 接下来以台三县客家风情街道 为主题的起立台湾 要向您介绍的是苗栗 说到客家街道 就一定要逛南庄老街 而南庄老街最有名的就是桂花巷 气氛很像新北市的九份 所以有台湾中部的九份之称 说到桂花巷这个名字的由来 真的是很有趣 其实这个地方是不惨桂花的 只是因为在地人早期习惯到名为桂花巷的老面店吃面 而口耳相传之后 才以桂花巷称呼这一条老街 也就以桂花巷这个名称 作为社区的异想 也因为街民的关系 延伸出许多桂花的商机 像是桂花香肠 桂花蛋卷等等 利用桂花香气的特质去制作食物 都是在其他地方买不到的特产哦 顺带一提 以桂花制作的甜点里 我最喜欢的是零有桂花糖水的薄冰 还放上许多包有花生和黑芝麻的汤圆 如果不想跑这么远去吃的话 在台北的通话街夜市里也可以吃到哦 台三线上有许多农场 其中一产梨子跟葡萄最有名 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底 去苗栗的话可以造访松原农庄 农庄以巨峰葡萄为主角 连续三年都得到冠军 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种植葡萄不使用农药和除草剂 以自然的农法去栽种葡萄 清水稍微冲洗掉灰尘跟土之后 就可以安心使用 另外苗栗有个令人注意的新景点 那就是诗坛老街 老街内有个神秘的小镜 走进到里面有许多知名的动画图案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只要看到喜爱的动画被画在那缤纷的小镜里 都能感受到童心 是个充满欢乐气氛的街道 我也想去和那些彩绘墙面找个像呢 苗栗县南庄乡 是近年来苗栗最热门的景点 也是旅游台三县重要的景点 过去苗栗县石头山旁南庄 因为交通不方便 让这山城小镇至今还保留着客家仙人奋斗的历史遗迹 中港西的原流区 南庄被群山缭绕着 除了贯穿全乡的中港西河川地 有少许田园之外 几乎没有平地可言 可以说是典型的河川冲击平原 上港西与蓬莱西汇流 以下史称中港西 蓬莱西又名南河小冬河 发源于八卦丽山北路 河谷沿大东河断层线流动 因为经蓬莱村原名红毛馆而得名 蓬莱西谷巨石峻峭重叠 水源汇集八卦丽山脉东侧 及嘉里山东路经流水量不小 两岸河阶台地 以颇为宽广 农舍散落 近年来蓬莱西的河西成功 使这一条山区小溪 成为观察鱼儿生态最好的地方 日本时代的南庄 林矿业都相当发达 在1935年 观山大地震之后 南庄地区受创严重 便由庄长正式尾由日本人设计规划 主导重建计划 造就了今天南庄老街两旁 大多是两层楼日式木造建筑的模样 来到南庄 一定要去走一下 名文侠尔的 乃木齐阶梯步道 位于南庄邮局前方 耗时了三年的时间建造 南庄旧邮局 创建于民国前12年 日本时代称为南庄邮辩局 民国35年 西元1946年 改称南庄邮电局 苗栗县最有名的南庄老街 桂花巷 以前这里是房子后院的小巷道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摊位 以前可都是养猪的猪舍哦 现在的桂花巷 早已闻名全国 每到假日 必定挤满人潮 带来庞大商机 进入桂花巷之后就有 灵嘴 冰品 伴手礼 桂花梅 桂花酿等 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吃 来这里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在逛完了南庄老街之后 可以接续往诗潭香前进 诗潭香也有多处景点可以前往 而最为有名的明凤山古道 古道入口在一名庙前方 经过吊桥后便可以看见 过去明凤古道是头乌乡明凤村与石潭香新殿村居民的交通要道 全长有3.5公里 古道两旁绿印浓密 古道上百年老树林立 也有虫鸣鸟鸟鸟 身具大自然特色 虽然有部分道路受到自然风化 但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 喜欢踏青践行的朋友 明凤古道绝对可以满足您的 在经过台三县客家风情走廊之后 即将进入尾声 最后一个景点就是盛产草莓的大湖 大湖厢是苗栗县最大的一个乡镇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是台三县热门旅游景点 包含了雪霸国家公园 玛纳邦山 恒隆山古道 泰安温泉 虎山温泉 大客山 清安豆腐街等 都是大湖才有的风光级特色 加上大湖香草莓文明全国 成为民众假日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起立台湾要跟大家聊一聊草莓 只要说到草莓一定会联想到苗栗的大湖 每次一到草莓季就会有大批的游客前往 如果你是喜欢吃酸味比较重的人 就很适合来一趟大湖哦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了以台三线的客家风情街道的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介绍到的地方 都可以感受到客家人的智慧 很多观光区都为了让景点变得更有名气 而做了很多努力 例如老街的建造 以及为了改善生活 或是为了抵御敌人所想出的生活模式 都是下了很多功夫 才变成既有趣又有层次的街道 说到客家人 有许多作家 政治家 以及创业家等等 说不完的名人都是客家民族的人 许多名人也都居住在客家村落的台三线上 请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走走哦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也在起立台湾 继续我们的台湾之旅 我是节目主持人志轩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